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,强度台风玛丽亚影响,一台北市政府公告7月10日下午4点后停止上班,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开放时间将提早于当时,日下午4点闭关。 至于故宫南部院区闭关于否,则依据嘉义县政府最新公告办理。至于7月11日故宫南部院区是否开馆,亦将因巡台北市政府及嘉义县政府公告办理。 遇到故宫参观民众,行前务必到国立故宫博物院全球资讯网最新消息区,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最新消息区确认当日是否有开放参观。 国立故宫博物院全球资讯网最新消息区,HTTPS,www.npm.gov.twzhtwarticle.aspxsmall,020000008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最新消息区,httpsouth.npm.gov.twzhtwnews